徐达在出州 金台败帅 逃一天升帅兵 赛展熊的余金镖 就联务三毛 到了第二天 次古徐达就起来了 吴庚天照样升了帅兵 鼓响之后一门大开 文武到齐 徐达升作功位 让梁云点名 咱这么说 又联务三毛 诸文章像火燎屁股一样 就坐不住了 信说 于王兄你太不像话了 昨天小王去看你 你满英满许 怎么今天又没来 哎呀 再看徐达站起来 各位 有事情以后在意 退清 徐达一抖袖子又退了 胡大海和郭英代表朱元长二次开放的金标 那的话胡大海就不干了 胡大陀余 笑话了你 你不说你去吗 你怎么又没去呢 我没去又怎样 那小徐达他 他说了些什么 哎 人家什么都没说 够意思 把袖子一抖 退厅了 人家说有事以后再说 大头鱼啊 这可给你留着脸面 你去吧 明天生平 无论如何你可千万要到场了 哎 咱们主公为你的事 伤透了脑筋 按羽毛喝酒喝多了 今天没去 好吧 既然你们再三说 明天我是必到 你说话算数不 你这嘴是屁股 我告诉你 你可一定去啊 你要不去 我姓胡的跟你玩不了 老胡说完了 跟郭英哥俩这才跟于金彪告辞 他俩回去不说 倒是四日天光见亮 徐达照样升座率兵 大伙都助力了 往两旁一看呢 仍然没有于金彪顶 徐达传的点头毛 一点于金彪没来 二毛还没来 点的第三毛还没来 这回徐达可不干 叭 徐元帅把桌子一拍 叭 于金彪 联务九卯叫唤了的 梁云 叭 拿着我的大力 赶奔金庭馆 去见于金彪 叫他马上随令金庭 本帅要问话 叭 梁云接过大力 带着八名清兵 赶奔金庭馆 等梁云到了金庭馆外下的马 领人进了院子 把大力往空中移局 叭 叭 叭 徐元帅的令见 你就叫随令进听大帅要问话 李将军 在屋呗 你听就没听见 没人言语 梁云一听这怎么着 早了 令人就进了屋了 一啪鼻子 这一股酒味 嗆得脑子都疼 喝多少 梁云往屋一看 喝 酒坛着 酒罐着 酒瓶着 酒瓶着 酒楼子 桌上桌下 全是 筷子也掉进去 盘子也翻了 玩也打碎了 往床上一看 于金彪 羊面朝天 正在那睡 喝酒喝的 无关都挪位了 是鼻喜如雷 梁云 你看你捅了这么大 游子还睡呢 哎 私下里交情都挺好 不得不关照 关照他 哎哎 于将军 于将军 行行行行行 连推带掌 这才把于金彪给叫醒了 你是谁呀 我不是梁云吗 哦 于金彪 晃晃当当 这才坐起来 揉了揉眼睛 梁云 你不再帅 听来此何干 你没听见呢 于将军 大帅 大帅升拼了 连点三毛 你没去 你一共 污了九毛 元帅 十分动怒 让我拿大令 来调你 你赶紧去回话 跟我走一趟 是吧 哪个大帅 大帅 徐大呀 呸 他是谁 拿出来 我大头 已经不承认 这位 您不承认 也不行 人家金牌 败帅 王爷 给人家权力 大伙都承认 哎呀 咱这么半熟 你给我去一趟 有什么话 跟主公去说 你别叫我从中为难 哎 他的令 剑 何在 这不太真 梁勇说的话 把大令 往前一闭 于今彪 伸手接过来 上眼 下眼 看 哈哈哈哈 这算 两本 狗屁 他们令 两头一窝 在腿上一垫 他妈 给绝舌了 这还了得 在那封建社会 那叫军令如山啊 这令建就好比皇上的圣旨 给绝舌了 就等于把圣旨给撕了 那还了得 把梁勇吓得一蹦多高 哎哟哟哟 启将军你可以惹了 火了 不但你惹了火了 我也火不了了 我是中军官 官司这方面的责任 你把那个贱狩 叫我来 叫我怎么回去照待 两元 你只管回去 惹下楼子来 我姓瑜的冰 与你好无相言 你先行一步 安于某所以后 就到 要了我的 于将军无论如何 你得去 梁云追悔不羁 没办法 带着几名亲兵 这才回了交令 往里面一走 他脑袋都疼 说话都有点气短了 来到徐达的 住案面前攻身实力 末将 教令 见着于金彪什么 见着 他怎样说 随后就到 哦 令箭交回 把半截的令箭 他往上一笔 徐达一手 这是那么回事 他要看一看 我就给他了 他给绝舌了 徐达的脸 当时就变了 把胡杂一牌 断贺了一顿 那 梁云 你身为中军官多年了 你不明白令箭的中央性吗 难道他要看 你就交给他吗 哎 你这有识职守 这样还了得 暗军令人非杀不可 来 把梁云推在那边 杀 刀副手 文凭此言望上 一爽 不容分说 将梁云挖尖头 拢了二倍 就给推出去了 梁云咧的嘴就喊开来 怨 怨 大帅首相留情怨 怨了 众将一个个 吓得毛五苏然 谁也不敢说别的 连大气都不敢喘 心说这梁云倒霉 郁云表你有这么干事的 他把梁云推出去 郭英众人叫着过意不去 心说郭云中可得说几句 郭七爷仗着胆子 给元帅失礼 大帅 末将有话要说 嗯 齐将军有话直观叫来 大帅 梁云有失职守 暗律应当重度处罪 不过情有可原 这是于金彪惹的祸 于他没有什么相干 望大帅手下超声 饶他不死 权切记过 以观后效 大帅你看如何 他这一说话 汤和邓玉 炎棍将项羽充大将交停 项文东 火辣超全过来 请大帅手下超声 我等保梁云不死 嗯 按理说应当重重处罪 既然众位求刑 本帅就答应了 来啊 梁云推回来 人们这才把梁云拖回来 把绑绳给解开 梁云下的腿肚子都跑前面来了 哎呦 大帅 再杀 谢大帅不占军 登 非是本帅不占玉米 七将军众人苦苦求情 权切给你记大过一次 日后再有类似现象发生 二罪归于一 绝不容饶 多谢大帅 慢着 死罪饶过 活罪不免 为了警告你下一次 来啊 拉到外面 重打四十 把梁云拉着下的 这四十斤棍造的 打的是狼哭鬼嚎啊 血肉横飞 最后把梁云带上来 梁云跪倒在地 哎 多谢大帅 来啊 给你假期十天 下举阳伤 日后 千万做事多家小银 多谢大帅 梁云拉下去 刚把他拉下 时间不大 外面有人就进来送信 余金彪 到了 大伙都知道 大头鱼这一来 哎 这出戏非热闹不可 咱们单说余金彪 见梁云走了之后 你琢磨这个滋味 还是飞去一趟不可 我折腾的也给我瞧 这 余金彪 饼空灌甲 赵包复带 技嘉男军 腰旋着宝剑 拿着铜镜的看了看 全收拾好 卖虎步 来到外头 命亲兵背马 全身的容装 挂刀 就来到了帅府 原门 因为多日他不出来 这一次来到帅府 他一看了 他就大吃了一惊 什么原因 跟以前大不相同 五目一岗 十目一哨 连大旗都换成新的 那是整齐严肃 呀 心说行啊 这些人都叫姓徐的 给制服了 哎 但是他看完之后 这气更大了 骑马来到原门 甩凳立安 跳起坐机 把马鞭子 全交给手下的亲兵 他抬头一看 在原门的左右 立着两杆大旗 白段的大旗 掐红边 袖着红色 随风飘摆 航出旧卷 来来来来 哎 骑上袖着这 一金标揉着眼睛 一看 上下是衣服对联 上一面骑上袖着是 孝替忠信 多行正事 下一连是 礼遇廉耻 长挂 胸怀 落谎 徐达 还有一句标气的 呀呀 费 徐达好大的口气 叫你这个人还孝替忠信 叫你这种人还懂得理议廉耻 他越想活越大 再马上伸手把大砍刀摘起来 噔噔噔噔噔起步 来到七杆的附近 全里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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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七杆给砍倒了 有护旗旗的原门兵 一看这事把原门兵全下坏了 赶紧到里头送信 给投到原门的两个主将 演语文 演语武 松了信 这俩人一听 赶紧跑到原门外 哎呀 这是谁砍的 一抬头 一看这余金标 两个人吃剁脚 余将军 你怎么这么砍 我们两个人负责砍齐 你把齐给砍倒了 元帅怪兔下来 我们俩吃对着起 这这这这算了 二位 我谈的 我姓于的赞 与你们毫无干系 因为学大不配 我就要砍倒 哎呀 元帅可生得听了 叫你里面回话 你这不最上加 两个人后悔的知多久 余金标不理啊 把大刀挂好了 夸着跑进 迈步来的二道园门 呸一看一看 二道园门也挺威武 两杆大旗顺风飘摆 这紫段的大旗项着皇子 特别显眼 仔细一看 也是上下一次对联 上一连 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之外 下一连 温风之胜败 秀顿小心衰 也落着会儿 徐达 哎呀 啊 徐达 你这口气也太大 叫你这样敢跟古人相比吗 我岂能如药 摁崩荒 插来 我宝剑拽出来 外大幕望上就闯 就要砍旗干 二道园门 守卫的主将是谁 是廖永安 廖永宗 这哥俩一看 他已经过来了 于将军 于将军 你要干什么 不要砍倒其干 哎呦 这可不行 我们奉命再次首期 你要给砍倒了 我们受得了 这不能这么办 李金彪把演一顿 什么 我告诉你们哥俩 今天我姓于的有点六亲不认 往前依靠 别说我保健于庭 他那一叫 我吓得哥俩不敢过去 于经彪把左右手机灰轮开绑阴 吓得哥俩俩不敢过去 俩气干 全都放倒了 吓得廖氏弟兄躲出老远去 今后走呢 这又疯了这呗 再看于迪标 卖大部来到三道远门 一看呢 五十名户器官 也有两杆大吉 这两杆大吉 是姓黄段的大吉 上里写着黑字 这黑字写的是什么呢 单气冲消汗 赤胆担心 安设计 下一连 文光射斗牛 六涛三略 定华一 你今瞄一看了 我不得了 越来这口气越大 你刚跟文武二圣相比较 我非天亮跟你砍了不可 拉老街要砍 守三道远门的 这种五五大将之中的花云 花智慧 花云过来赶紧把他抱住 余小军 余小军就 死我等 余小军 你疯了 我奉元帅子令箭 再次守三道远门 这哪能砍呢 余金雕发眼一瞪了 花云哪 要论私邀 咱哥俩可不错 花掉了脑子都行 公事咱可公办 今天我说非喊不可 你要实在拦着 我没别的办法 韩玉某抹脖子自杀 佛罗他把宝剑一盒要抹脖子 瞎着花云不敢抵蓝了 你说这怎么这人是疯了 余金雕又把第三道远门的门棋全都给砍了 砍完之后把宝剑带好了 这才进了说一听 他往往里围走 文官武将偷偷地关脚 一看余金雕这模样都变了 那眼泪都溺起来 眼角都瞪破了 不知喝了多少酒 满眼珠的都是红血线 鼓出多高呢 就见他咬牙挫脂 刚然到处 满身的杀气 大伙心说看着高枪呢 今天率厅非热闹不可 但谁也不敢言语 这余金雕来到率厅里面闪目观瞧 看一看上吹手的朱元璋 看看下吹手的张玉 又看看军事和满营重将 最后看看正座的徐达 余金雕鼻子哼了一声 威威正的正偷窥 逗着都夹着 脉步先来到朱元璋的面前 朱元璋一掌一掌 吃 余金雕 李一过 吃了 朱元璋一看 新说话 王兄的 你可真来了 赶紧站起身 滴滴滴的声音 呃 王兄 不要给小王献礼 快去参见元帅 直到聊 余金雕一转身 越过徐达 来到张玉的面前 大帅在上 朱元璋参见大帅 ああ 祢が好 往廓 上 态